新版人民币很快就要发了 纸币家里放纸币的不花 那一夜之间钱就没了 那就完了 房地产税的到来 无论你在山沟 无论你在城市 你要是住超过你自己能力 所谓它给你规定的 你超出租税的那块那么大的地方 税能交死你 所有创造点财富的人 你的儿女没有任何能力和权利 享受你创造的一辈子苦哈哈的财富 就像死了以后买不起墓地一样 火化不起一样 买不起好葵盒一样 东奥会之后 中国经济的崩塌 以及对中国人的剥削 那会上另外一层楼 比爹娘还亲的共产党 在北京的金山上出来的红太阳 毛泽东会真正让中国人感受到 让你疼 疼不死你 让你活 活不好 这就是中国过来的 图球匕首架 是吧 在我们消灭共产党之前 中国人有多少人相信我们的消灭共产党 很少人相信 是吧 我们不是为了你相信我们的消灭共产党 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威胁 它是我们的仇人 它是人类的公敌 它必须被消灭 你只是一人的消灭共产党